中廣論壇 欢迎回到中廣論壇 网路上 民調 认为国民党失败 谁最该负责任 8%之78 认为吴敦毅 其实这是一个操作 吴敦毅是高度被媒体醜化的人 他这十几年来的执政 媒体高度醜化他 那我觉得说 当然我是看得很清楚 那他这次当然下台 也没有人会流乱 没有人会流他 国民党那个年轻人 要他下台还说 不要再表演什么流乱 本来就没有人要流乱 所以讲这个话 就变得有点刻薄 本来就没有人要流乱他 那他依照 规定他跟中廣会 请辞没有错 因为党主席是中廣会的主席 所以依照那个来讲 他是没有错的 那他如果不辞 你也拿他没办法 你知道吗 他是党员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如果我不辞 你必须 在国民党里面提出 罢免主席 然后党员再来一票一票 把他罢免 这是规定 各位 他吴敦毅已经宣布辞了 也不会有人流论 就不要再讲了 韩国瑜 凌晨在脸书 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没有规划要选党主席 第二个 竞选补助款 一亿六千万 因为一票三十块 一亿六千万 因为他拿五百多票 五百多万票 所以一亿六千万 我一毛钱也不会拿 第一件事情 网络马上就消遣他 你那时候 你那时候当前高雄市长 你也没有过 你也说你没有规划 要选总统 那你后来有没有去选 有 欠你不要选的人 每个人都被黑 都被韩文黑 包括小董 说小董拿了 勾台银的钱 你说他夹韩文 那是真的 当然都是真的很韩文 里面很多我认识的 都说我拿了钱 那现在显了 结果以后 你有比较高兴吗 我也不会怪你 因为黑的手法 跟民进党在 黑别人的 在黑韩的手法一样 嫌疾嫌到狂热 就是六千不认 里面很多 我还熟悉的 就说我拿谁的钱 拿郭台银多少钱 怎么样 没关系 你讲得开心 你会当险吗 各位就 选举是很现实的 韩国一 说我不会选党主席 我没有规划 很多人会消遣他 你 请问你讲的话 有公信力吗 你说你不会的 你后来都做了 这个就变成一个人的信用 对不对 我讲真的 好 第二个 选举一一六千万 补助款 我一毛钱也不会拿 这是废话 很多人 完全不了解 显霸法 我们显霸法 有两 有两个显霸法 你知道吗 公职人员显霸法 公职人员包括什么 包括 县市首长 县市议员 包括 立法委员 包括地方的各种 乡市政的名代 乡政长 通通算公职人员 只有一种例外 公职人员显霸法 显霸法 跟 总统副总统 显霸法 是不一样的 两个法律 总统跟副总统的 显霸法 跟公职人员显霸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个 两不法律 依照公职人员显霸法 来显霸的这些人 显霸不住款 一票三十块 通通可以放自己口袋 这是法律规定 总统及副总统 显霸不住款 也是一票三十块 法律规定 是属于政党 不是韩国瑜 很多人不懂 韩国瑜说 我一毛钱也不会 因为那个钱本来就不是你的 那是国民党的 那是政党 那是政党 你知道 他们那时候在黑马航九的时候 我们知道台湾的电视台 四九五十五一 五三五四 都亲历 他们那时候 他在名嘴 就在里面骂 骂马航九 财务不干净 然后 把他的每年的申报的情况拿出来说 你看 马航九第一次险棘 拿七百六十五万票 第二次险棘 七百六十五万票 一票三十 一票三十块的话就两亿多了 第二次险棘 六百八十九万票 那也是非常多了 对不对 一票三十块 那也是快两亿了 所以马航九 你在财产申报里面 这四亿没有啊 你根本也要钱啊 那时候骂最厉害的 是姚立明跟周玉库 我看了哈大笑 姚立明在中山大学 教法律系 副教授 在文化大学 器官系 当系主任 周玉库老记者 国际联合报 我没有跟他共识过 很多人说 你跟他共识 你对他最好 假的 我到联合报的时候 周玉库已经被调去 香港联合报 以前联合报 有一份报纸 叫香港联合报 我到联合报去工作的时候 周玉库已经 已经不是我们 联合报的采访主任 或什么 不是 我跟他没有共识过 就是说 可以说都在联合报系 可是他那时候已经被贬到 贬到香港联合报了 那我先前我在中时 在联合之前我在中时 所以我跟他没有 没有这些赏官下属 完全没有 这个都是鬼扯的 周玉库是老记者 姚立宁是在教法力 他们的 对于险级的法令 浅薄如此 我讲真的 浅薄如此 各位朋友 民国101年 民国101年 97年 马航九 第一次当选总统 101年 马航九跟蔡英文 一起选总统 选完了以后 蔡英文选输啊 输80万票 对不对 马航九 689 蔡英文的609 一票30块 609 那也不少钱啊 1800多 118000多万啊 对不对 118000多万 等于大概19000万左右 118000多万 蔡英文 他蔡英文是律师 又自称是博士 而且是法律系 他其实 他 他那时候 那个博士论文被质疑 我老实讲 他那时候 根本没有拿到 博士协位 蔡英文 民国101年 显薄马航九 可是拿了609万票 博士管 1800多亿 1亿8000多万 1亿8000多万 蔡英文 把他纳为己有 你知道吗 因为他那时候 是民进党主席啊 我讲这个 没有人敢讨论 蔡英文把这个钱 拿去成立的 小英基金会 各位忘了 他其实侵占了 民进党的党产 他其实侵占 民进党党产 我老实讲 当然后来民进党 有一次 我跟民进党 一个立委 我在聊天 他说真的吗 华力是这样吗 我说你们立法院订的啊 蔡英文先 侵占了民进党党产 我控诉他 请他去告我 那个钱是属于民进党的 蔡英文把他拿去 做个人的小英基金会 后来民进党想到一个方式 因为我 跟那个民进党的立委 讲了以后 他说 华力这样规定吗 我说是 你们的钱被蔡英文侵占了 后来民进党 赶快党中央 侵占了以后 侵占了行为以后以后 然后才去说 我们追认 把这个钱 给蔡英文 让他去成立基金会 各位 法律是不能这样 这个叫程序正义 你先犯罪再先 你先犯罪再先 后面大家再来追认 那是不行的 你偷了公司的钱 后来偷偷把钱还回去 你还是偷啊 你A了公司的钱 董事长讲说 哎呀 你是我外甥 这个钱就送给你 问题 你已经构成了 脱却 贪污了 各位 我讲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境 这个叫程序正义 你看这一批人 蔡英文是律师 法律系教授 姚立明是法律系副教授 周一寇是 一个老记者 资深记者 然后民党那个立委 然后大家都不了解法律 韩国瑜说 我选取补助馆 我一毛钱也不会拿 因为那个钱 本来就是属于党中央的 不是你的 这两部法律 完全不一样 各位 我讲就是一个情况 等一下我来继续讲相关话题 新闻事件这么多